美国花华女单 冬奥村智能床太赞了 真是太喜欢 北京时间2月2日消息 近日抵达北京的美国花样 华冰女单运动员陈凯文和玛丽亚 肖入住冬奥会后非常激动 对智能床赞不绝口 他们直言这个智能床太赞了 真的是太喜欢了 美国队的陈凯文是一位华裔 北京是她的第二次冬奥会之旅 而25岁的玛丽亚 肖在全美选拔赛获得女单第一名 如愿获得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机会 抵达北京后 陈凯文和玛丽亚 肖紧增防疫政策 进入闭环管理 入住冬奥村后 两位姑娘对房间的智能床赞不绝口 玛丽亚肖表示 这个智能床太赞了 真是太喜欢了 北京冬奥会花样滑冰项目 将于4日上午开赛 率先进行的是团体赛